欢迎来到灵异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灵异 这一次呢要跟各位聊一聊 降低通膨法案中 电动车的税务补助 在这一次的降低通膨法案之下呢 有一个区块是关于 清洁能源的税务补助 而其中呢很多人有兴趣的部分呢 就是电动车的税务补助 那在通膨法案通过前呢 关于电动车的补助 基本上呢是由2500美元起 到7500美元 由纳税人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申请退税 然而呢车商有20万辆的配额 若是热门车款过了20万辆的配额 则纳税人就没有办法得到补助 而在新通过的通膨法案当中呢 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 就是若是要申请这个电动车的补助呢 车子必须最终是在北美组装而成 这个就是想要把这个车子这种制造业 拉回到美国来 那纳税人呢 可以在Vin Decoder的网站上面呢 查到相关的讯息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呢 在这个法案通过后 取消了20万辆的配额的限制 所以呢从2023年起 纳税人在购买热门的好比通用GM及Tesla的车款就不受配额的限制了 只是说呢 虽然拿掉了配额的限制 但是呢仍然有下面的限制 第一个呢就是MSRP 出厂价的限制 秉持着国税局呢 不鼓励铺张浪费的基本原则 从2023年1月1日起 卡车休旅车就是SUV 以及家庭车就是Vin 在美金8万以上 或是其他车种在美金5万5千元以上的人呢 不可以申请这个电动车的补助 第二个呢是调整所得的限制 由于2023年的1月1号起呢 如果是超过下列调整所得 就是MAGI的门槛呢 则是不能申请这个电动车的补助的 所以呢下面的限制是 如果是夫妻合并申报 Marry filing jointly 那就是30万 一家支主就是head of household 是22万5千元 那夫妻分开申报或是单身呢 是15万元 所以呢若是您购买的车子 是在2022年8月15号前呢 则可以引用过度条款 适用旧税法的规定 那由于20万辆的限制呢 是在2023年的1月1号才会移除 而同一天出厂价的限制又开始生效 所以想买通用或Tesla 高价位车款的朋友呢 应该拿不到这一个电动补助 那祝大家都找到适合自己的车款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